无极一群演员终于来到香港办宣传活动了 除了谢霆锋以及张国芝之外 张东建以及甄田广芝更是大家的焦点所在 从刘叶发呆的表情 以及张东建及甄田广芝毫无意识的搓手动作 可见记者会有多沉闷 记者闷到连张东建低头擦汗的动作也拍个不停 甄田广芝更闷到要伴幽灵斗张东建完 直到有记者问甄田广芝和张伯芝演床戏的感觉 与日本女星友和不同时才打开画夹子 她觉得张伯芝好专业一点也不怕尴尬 所以拍得好顺畅好爽快 由于翻译小姐一句无心之诗 只说出两人拍得好爽让全场化然 加上大合照时 陈改歌导演扮演甄田广芝在预备拍床剂前的兴奋神态 让甄田广芝十分尴尬 张伯芝表示对于被取笑仪式一点也不介意 其实刚才我觉得也蛮搞笑的 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们其实开季节会有时候 单单说那部戏的角色这样子 都有一点比较慢的感觉 不管你们季节朋友 我们做演员坐在台上也比较少睡觉的那种感觉 那突然间有那么搞笑的 我可以形容就是说是无心之诗的玩笑 我觉得也OK 但是这可能就是增填广芝 因为他可能给大家误会 然后可能那个新闻出来的时候 把他说成好像他很好色的那种男生 我觉得有一点过分就是谢霆锋 我们做完了那个 他还在不停地说那个爽爽爽 我觉得很好笑 就是很可爱 我也许就是那个翻译的用那个 所有的爽那个字是 咱们讲广东话的时候 那个爽的意思是有点不一样 但是其实那个爽应该是非常的 对 就是反正没有NG太多 就很顺利的一个感觉 两人在台上在记者的体控下 忠于大方的合照 不过两人都表示不可能复合 也对日前在长城的亲密行为 做出了解释 博士就爱 其实他左手就是牵着 真理广西先生 然后他也是牵着东建 所以刚才我们说到那个无极的家庭 就是我们也真的是有培养到 就这样有感情出来 我觉得根本就没有那个接不接一 或者是尴不尴尬的那个地方 对我来讲 不管是你们报道长城那些报道 其实不单是他一个男生 因为我在心里面是唯一一个女主角 所有男生对我非常的照顾 但是他们当然把神纳的长啊 张东建照顾我的照片卡掉 然后就只有跟我跟谢林峰啊 我跟他很沉迷那些放出来 那但是我们两个都把他当作笑话 这样子都一点尴尬都没有 相对于在北京的手印里 张博之在香港的手艺里明显的穿得不够辣 反而成红的服装更有看头 看到张博之的胸部忽大忽小 难怪吴君如也曾怀疑他是假的 真的我没看过他那么性感吗 原话我没有说他的胸是假 我是觉得好像在网络世界里面 你会看到一些人头是你 但是身不是你 我以为是一张被人家整骨的 被人家整的一张合成照 我就觉得哇张博之原来 原来哇身材这么厉害的嘛 因为我没有留意他 因为他平常都是育女嘛 我没有留意他原来身材这么丰满 所以我就很自然就看到这张照片 我就觉得哇 唯一一句话是大家可以翻过吴小姐 因为我觉得其实根本都不关他的事 然后我自己都在那一行工作 我自己都了解到 给人家去把一个很小的事情弄大 那个感觉是很难受 还有他现在我不确定 他是不是有了小孩子 但是我看报道就好像蛮真实的 我自己是一个非常渴望 可以做妈妈的一个女人 我希望大家可以在她怀孕的时候 给她一个最开心 最幸福的生活 就不要再打扰她 各位演员的粉丝都有来为偶像打气 当中一张东电的粉丝最多 这位女主角的张博之开心的满场飞 不断与其他男演员聊天 就偏偏与谢丁峰没有交流 有的新闻两广 整流听香港才访问 好 י 感谢观看